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现在的心理是什么心理啊 我们别出动 我们只要一出动 肯定就有了一个确诊的了 我们希望天天待着 这么着大伙都平安 全文全家福就地解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叫秦宇 来自我们的规划科 今年45岁 当时是为了控制疫情的 我们第一时间成立一个流调组 我们一共八个人 发生的我是组长 因为这个病情是突发性的 一旦接到上级的命令 有确诊呢 我们就第一时间 按照提供中心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所有他去过的地方 我们都要去排查 你回忆一下 关键商店那区的位置 大区的位置 大区的位置 找到他的所接触的人 所谓的就是B 把他控制住 减少他的接触面 有的需要延伸到密集 对密集就是所谓的C 这种情况我们第一时间 掌握信息 及时往上帝部门赶紧报复 我们问的比较细 从早餐起床 一下到晚上睡觉 这一段时间 所有的人去过那儿 他经历一放松 他可能就会响起来 有的最多的能到到十座亭 不管是多少个点位 不管接触多少人 我们都要逐一地去 深入到一线 我们去进行磨牌 比如说他去某村的某超市 就买了一瓶水 或买了一块烟 只有一个微信的 一个转账的一个记录 我们就提前 先得跟他本人电话联系 首先确定 确准患者的微信名称 然后去住户给拍 如果他没记住 某商店的名称 我们就得 所有的村里的超市 我们都要去扫码 来确认他从哪儿购买的商品 工作量很大 有的时候就这一个点位 有时候反正能跑一两个小时 穿着防护服 搬去个村子里边 我们每天我们这儿都是 车里背了一身那什么短裤 衬衫 就这扳鸡细的 弄的都是素杆的嘛 要不就是实套了 当初我送那湖北人 然后我们也成立了一个店 接送湖北人 我们遇到过 一进去后 这男的就浑身就涂汗 说你没过来 是不是我确诊了 我们就做他思想工作 作为密集人员 他也有心理固定 我会不会穿染 因为我们去的时候 都是穿着防护服务的营套 他看到我们的心里更沉重 江珠冠这人问了两个小时 一边输一边开导 一边做工作 我们这八个人的组建的时候 一点经验都没有 从第一例开始 边留掉边学习 这段时间 所有人都没有回家 我们专门找个地方自己去隔离了 最大的已经50多了 不过年轻的岁大都特别辛苦 我现在主要是 就是没赶着家里说 怕老人担心他们 这种只能说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我叫宋文杰 我92年出生的 虽说危险 但是我觉得能成生 毕竟全古装 我心理压力本身没那么大 我觉得还挺光荣的 我觉得这事儿确实很重要 虽然比较琐碎 这块 比较繁琐 可能好几人都认为这没什么用 其实很有必要 防止它蔓延 咱们今天工作做好了 我们干这工作以后 首先感到当时武汉医护工作者的辛苦 真的 我们穿上防护服务以后 才能感觉到当时医护人员 所有的志愿者 他正处处在一个什么状态 每天整个全是浑身都湿透了的 有时一天我们会穿上两时或三时 所以忙着是 这天都穿上 有些服务不一定能一块想 当然这些罪一块受了 虽然没那么严重 就是出生入死那种感觉 大家一块接人家院里边 那个灶台做饭 吃完了一块刷碗 就跟一个家一样 就是一块生活 反正疫情结束之后 我就觉得肯定是落下了几个好哥哥 我们所有的流道人员 当初已成立以后 心里都已经做好了一个饲养准备 没有故意 Jones 出生儿 该市场 出生 出生 巨小